高市政要派东港分局 副县长黄国荣不达人事命令 并为两位新任分局长挂街 平庸县警察局举行中高阶警官异动交接 警察局长代台节兼交 依许将应信交接给新任分局长宣誓就职 不耐用人员不因私舞弊 不收受惠过 交接典礼简单隆重 多位县议员以及各界贵宾都出席官礼 异动名单分别为新任平庸县警察局 督察长苏伟权 新任东港分局长高志正 新任恒春分局长郭怀泽 恒春最重要的工作不外乎就是交通 以及保护游客的安全 那包含中国新的政策 尤其现在诈骗非常的长久以及泛滥 我们希望能够运用各种科技的 科技的这个新的专业的一些器材 以及一些新的打破案技巧 能够更保护我们恒春市里的财产安全 新任分局长们学精力俱全 工作历练丰富 对于落实打炸房片 维持交通平稳顺畅 以及查气枪支毒品等工作 已有规划目标 黄国荣也勉励 新任警官克进职责 领导同仁 全力维护县内治安 在不管是分封的起步上 或者是交通的起步上 都能够来做一个协助 那我想这些 也要免费两位分局长 那另外 我们也都知道 黄炸是最近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一直不断去持续要求的业务 那特别是在 我们在普通人天乡等等 不管是长辈 或者是整个资讯 比较发达的地方 相关的一个黄炸宣扰 也仰赖各分局的同仁 能够持续来去做一个经济 黄国荣勤勉警方 落实打击诈骗工作 避免屏东县 变成诈骗猖狂的地方 而日前凯米台风 造成县内交通受阻 或是路数倒塌 黄国荣也感谢警察同仁 不辞辛劳地协助交通疏导 更希望警方结合名利 成为保护屏东县民 坚强的后盾 会后黄国荣也和同仁画家场 而新任警官的家属 也到场观礼 见证荣耀时刻 记者蔡立淮阳正义采访报道 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阴 图 转发 最初的交通